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等一會,就會去伊麗莎白女王大劇院看歌舞表演 其實最近卡姐都很忙,晚頭夜有時看球賽 現在球賽又開羅,很多時會看打冰球 現在比較多些節目,回復正常 其實看冰球,我基本上每一個球季都去看 現在最近發覺球票都不是便宜 以前更瘋狂,你買完整季的球票 那裡是差不多幾千元都可以的 那在哪裏看呢?也是在這個downtown 所以有時住downtown就有這裏好處了 很多人可能未必住在市中心 所以看完球賽,他們又要去找回自己的車 又要付很貴的泊車錢,又塞車 每一次看冰球散場就真的很塞 分分鐘塞成40分鐘才能走光 那些車,但是住市中心就有這裏好 無論你看什麼音樂表演,歌舞劇和球賽 球賽就在這裏看,右手邊這個球場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球場 所以住downtown就是真的 你踢對拖鞋都可以走上去看的 也有很多餐廳可以吃了東西 慢慢去看球賽 有很多剛剛新移民來的朋友 可能他們未熟悉這個環境 所以他們就經常說很悶 好像都沒有什麼地方去 也都好像沒有什麼地方去玩 其實你慢慢住下來 認識一班朋友 也都熟悉這個環境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去玩 其實在溫哥華 咖啡店很多 餐廳也很多 你可以每一天都換一間餐廳吃 你很久都吃不完 吃不完 這樣講開消費來說 其實這個城市 要在這裏住 實在生活成本是很高的 我最近都發覺我住的公寓 都加了那個管理費 是加一百元每個月 一百元加幣 那就是一千多元就這樣加上去 現在已經是 不要理他了 一過了一千元前幾年 現在好像連年都是加的了 真的生活成本是貴的 所以很多很多年前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單位 在UBC那邊 就是買高層的單位 後來要賣的時候 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帶著風水師過來 他說其實溫哥華的風水 你看一下那個山的山形 那些人就好像山的形狀一樣 是躺平的 是退休的城市 不適宜在這裏奮鬥 這裏沒有什麼奮鬥的 你只能夠在這裏 過退休生活躺平 我們當時都嘻嘻大笑 其實真的不用說他 看不看風水了 我們也不懂看風水了 看了幾十年的那座山 但我們都不懂 理解什麼名堂 躺平 我們是第一次聽 但事實上 真的是這樣的情況 在這個城市生活 很多人都是沒有辦法 住了下來 你都好像不是很想去搬浮 只有外省的人搬過來 因為住在溫哥華的人 你叫他們 薩時之間在冬天大雪紛飛 也都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暗碼底 貴就貴 政府有個每一年租金 有個上限 就說業主不可以加多少%的租 其實很多時候 政府的地稅加 管理費加的時候 就一定是 供到那些租金是加的了 各樣加 推高的那個價錢 其實那個始作俑者 就是政府來的 現在的汽油已經升到兩元了 一公升 那你在這裡生活的人 那你都要維持到那個生活 所以沒辦法的了 是越來越貴的了 現在租一個 一房一廳都要去到兩千元 已經在市中心 有些都不行 有些一房都去到二千元至二千元 看你那座公寓的建築 新舊、設施 現在兩房那些 去到三千多、四千元 那現在人的平均工資多少呢 當然 有人有高收入 也有人有低收入 很多人在市中心 有些部分人租屋 他們都是一種合租的形式 租到一個單位 三、四個人在裡面 share那份租金 每個人大概是給四千元左右 你如果是在市中心 有些building 它已經是上到四千元的了 那個租金 什麼人來租呢? 很多就是在市中心 從事飲食業的了 他們沒有辦法搬去很遠那裡住 為什麼呢? 因為餐館開到很晚的 有些是開到很早的 那他們唯有在市中心那裡找屋來住 如果你說搬去第二個城市 過山過水呢 他們計算下條數呢 也都不化算 所以就是 捱貴租 那他們就寧願兩個人去租屋 可能呢 就要跟那個業主聊 就四個人搬進去住 人家一家四口 他們不是一家四口 而是一個公寓裡面 有四個都不是家人的人一起住 你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那個租金太貴 他們也都租不起 如果可以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都租得起四千元的 我相信他怎麼都想辦法去供的了 買遠一點都去供樓的了 有時候你工作的地點 在下跌你都沒有辦法 是一些租金比較商宜些 便宜些的地方住 那些多數都是去一些三聯市 就是離開溫哥華的其他那些城市 他們的租金相應是低的 但是你又要想交通的時間 還有現在是高昂的汽油費 所以很多因素 他們都是留在下跌 現在卡姐走上去前面 左手邊這邊 這個建築就是我們溫哥華中央油局 其實這個白色這一圈 包著裡面的建築 裡面的是一個玻璃幕牆的建築 是2022年新起的 外面這個米白色的外牆 很低矮的外牆 是幾十年歷史的了 當年重建的時候 有一位很出名的模型師 他叫做Grand Diamond 他就砌了一個模型出來 現在這個模型還在油谷裡 大家去看 覺得是幾精緻的 都值得看的 路過了就進去看一看 他為了保留這個外牆 當年拆卸舊樓的時候都很小心 在建築裡面已經是新樓的了 但是外牆就留了一點點歷史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 來的 那些建築有些歷史 或者有些標誌性的 希望盡量去保留的了 那麼也都很有代表性 這個中央油局 那麼這個中央油局 以前他就代理賣 買那些金幣的 楓葉金幣 銀幣 由加拿大王家駐幣廠發行 還有在這裡賣那個油局那裡 去賣他們這些 有些是紀念金幣 有些是代表加拿大 黃金市場的一種金幣 它都有賣的 但是現在呢 你買金幣呢 你就要在這裡訂 但是銀幣呢 什麼時候都有的 加拿大的油局很早了 應該在九十年代已經開始了 就拿中國人十二生肖 就來發行那個油票 還有發行一些銀幣 很多人就來這裡賣 其實呢 那些小的油局都有 但是它供貨不是那麼多 所以很多人呢 來買每一年的新的油票 呀 首日峰呀 銀幣呀 紀念金幣呀 在這裡下order 它就可以是 來這裡 pick up 或者是 郵寄到你家裡的 這個油局呢 現在就是 那個規模小了很多 但是呢 都還是在這裡 那現在我走上來呢 就買杯咖啡啦 買點餅吃一下 等一下呢 就走回去 伊麗莎白劇院那裡呢 就看表演 今天那天色呢 都好像 好灰暗呀 天呢 是灰灰暗暗呀 我不知道它等一下 會不會下雨 可能都會下雨的了 聽說下午呢 就會有比較大的雨 溫哥華人呢 就很有趣的 習慣了 微風細雨了 很多人呢 是不擔遮的 所以穿一件那些jacket 又沒有 粒粒就算了 好了 現在進去呢 就來買杯咖啡喝一下 這杯咖啡 就是 早餐和下午的了 就吃得清清的 因為今晚呢 就訂了去吃黃帝蟹 那兩三個人吃黃帝蟹呢 就訂了一個12磅的黃帝蟹 所以呢 就 下午呢 就沒有什麼吃東西了 就隨便在這裡 買杯咖啡啦 講開吃黃帝蟹呢 真的吃到N次的了 今年吃很多次的了 因為 今年的黃帝蟹呢 真的很划算 不知什麼原因啦 以前那些黃帝蟹呢 都賣到四十幾元一磅的 那現在那個價錢呢 就回落了差不多成半 那麼 聽說 以前就全部是 出口去到亞洲 那現在亞洲呢 可能也都不要得那麼多貨啦 為什麼不要得那麼多貨 可能也都是跟那個經濟有關 那麼所以呢 就 好多 它就留在本地呢 就是去銷售了 因為呢 你黃帝蟹 如果 他們 亞洲不跟你 訂那麼多貨的時候呢 你運到過去都沒有用 是吧 賺不到錢 那麼 所以今年呢 就每間餐館做黃帝蟹呢 就做到不亦樂乎 那就益了我們啦 平時呢 有時候想著 買蟹啦 買龍蝦啦 但是 但是 現在的價錢 比一比呢 哎呀 不如是吃黃帝蟹 好像更抵食些 更好吃些 其實黃帝蟹呢 因為 距離 阿拉斯加比較近 我們溫哥說 很多人坐郵輪都已經是知道 差不多是 兩天左右 那個船程 就已經是到了阿拉斯加的了 其實飛機呢 就更近啦 飛機呢 兩三個小時已經是到阿拉斯加了 所以呢 他們 捕獲了 那些蟹呢 是運到來溫哥華 是很新鮮 很新鮮的 所以 由於那個黃帝蟹新鮮 所以 無論你怎樣去煮它呢 它都是非常之鮮甜 好味的 今年呢 我相信 不但黃帝蟹 抵食 下個月的斑點蝦上市呢 亦都非常抵食的 因為斑點蝦 它亦都是 它上了水之後呢 你真是 只能夠 keep 兩三日左右而已 布鑊上來 即刻幾個小時呢 你就買了 回家來吃 那種味道是不同的 那當然啦 超市有些 它就放在魚缸那裏 那裏買 那 放到魚缸那裏買 其實呢 那個都是油水的 都是新鮮的 但是 那個味道 始終我覺得 最好就是 布鑊上來 就即刻吃 很多人就說 北美洲全部都是吃凍野 吃急凍野 不是的 北美洲都很多美麗海鮮食 特別是 溫哥華 對於華人 吃油水海鮮 那個市場已經很成熟 有些人呢 就說 吃黃帝蟹 一定要拉回一班人 才吃得到 其實都不是的 如果一隻黃帝蟹 賣十磅或者八磅 如果你成為桌 也是不夠吃的 最好就是 三四個 四五個 就剛剛好 起碼都夠吃的 其實我們今晚 都是只有三個人吃的 三個人都是要吃的 吃不完才算數 好了 這麼快又來到這個劇院 有部分人都已經陸陸陸陸進去了 其實劇院裏面 都有東西賣 是那些snack 或者是賣一些酒水 都有的 如果有需要 就提早少少少入場 或者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出來買杯飲品 買少少少零食食都ok的 由於表演不給攝影 都要遵守別人的規定 坐定定看了 好了 看完 那就去吃飯了 今天就在這裡 就訂了黃帝蟹 都很大隻的 我們訂了黃帝蟹 就在這裡吃飯了 黃帝蟹就容易吃 他們包 那些爪就蒜蓉清蒸 那個蟹的肉 就用來椒鹽 還有一食就要加錢了 其實每一間酒樓 都會是根據它自己的規定 每多一食是多少錢 你看我拿著你的蟹 好重 亦都好吉手 我們今天就是吃這隻蟹 那麼我們就加多一食 是什麼食呢 就是那個蟹汁拌生麵 那它有個湯就是送的了 那就是蒸了兩大盆 就是很夠食的了 那有些人說 我不拌生麵行不行啊 那麼多一食 我可以做個炒飯行不行 也都可以的 這間餐館 我們都是經常來吃開的 那麼我們就加多了一個芥蘭炒牛肉 那它的單尾就麗牌了 是紅豆沙來的 現在還是食王帝蟹的季節 那麼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來吃 了 existe 但是啊 有人提供給我